逢星期一至五 黃昏六點到八點 吳辦高森 彈球均真 啤梨漫步 節目主持人啤梨 熔斷機制在元旦生效 猜不到今年第一個交易日就要用了 護森300指數在1點13分 跌超過5% 要暫停交易15分鐘 但停了都沒有用 服市之後 A股跌到7% 在1點33分 觸及熔斷機制的停市要求 全日都要停市 停市之前 上海和深圳股市都跌至6% 受A股拖累 港股都跌超過600點 好 回來 2016年的第一個交易日 我們中國人 不要說中國人 全世界的人都是 總會在特別日子下 拿過彩頭 通常紅盤高開 最異於未來一年 長造長升長有 當然這個世界上 並不是那麼理想 即使是紅盤高開那一年 結果最後全年跌了 全家產 全家產 全家產也大有情況 但是你連第一日都 真是 真是 真是證明今年2016年 都是窄窄的了 我們不懂經濟 大家聽經濟當然要 不懂經濟 不懂經濟 不懂經濟也知道 未來這一年都是 全家產 我們先講一講 今天的交易日 除了大陸 中港股市都齊齊下座 A股今天實施 就是這個 剛才講過熔斷機制 我會講一下什麼叫熔斷機制 我今天才學回來 A股停市 恆指最大跌幅 恆指另一方面跌到686點 全日收市都跌587點 將創始1995年以來的20年 最差的是首年首交易日表現 有時候這些東西 客家老真的不得你不相信 你記不記得當年1997年 即是1997年 有一架什麼1997年 明天會更好 那架花車 即是農曆年 一行 結果明天會更好 花車 車狠死了一個英國妹 撞死了一個英國妹 花車就爛了 好不好笑頭 那年就是混蛋 結果那年 簡直是含糊 1997年到現在 1997年是用明天會更好 直到現在就這樣含糊 那時候 所謂的 他們說回歸 他們送了一個頂 大佬 象徵不知什麼 有和平 有什麼繁榮興成 結果 你想想 國家級的運送 頂是斷了他的腳 有時候 真的不到你不說這個笑頭 對了 上個星期 KC老師已經預告了 當然 KC老師 就是我 啤梨漫步的幕後工鳥人 如果不是懂得說什麼 這樣就有時間去學 KC老師 現在KC做了老師 你怎麼搞 一收到少少錢 我們的網友 就馬上去老師錢 你也可以叫我啤梨老師 好聽 好了 港股2841隻股份入面 只有168隻升 其他就全 2841隻股份入面 港股 其他那16隻 全部錄得跌幅 好 今天新世界 除了今天新世界 停牌之外 其餘藍 全部向下跌 特別是神華 跌得最近 另外 內險股 更加捱打 內險股 我就堅決不買 老實說 中國 平安 和國壽 都跌半成 半成 大約4-5%左右 券商 也是重災區 第一上海 國泰軍安 新猛雲園 全部下跌 5-10% 不等 好了 怎麼下跌 你們今晚 為何下跌 看VCHR 但市道的確 令人吃驚 第一 各類的消費指數差 和物料供應指數 也是差 另外 就是人民幣 人民幣 作為客家佬 你會比較開心 你會偷偷地回大陸 看這個樣子 那些人本來說 年尾會有對87 我看形勢 過狗 不肯對年尾 是 是 賺點錢 港幣對人仔 一對一 不是夢 就算你不一一 也有九幾 如果是這樣 理論上 我們的經驗 是不是那些 應該有些輸入性 不要說通脹 起碼口貨品會便宜 你拿貨品有沒有覺得便宜 但又不會 怎麼會 他始終拿回那個價錢 他不會說便宜給你的 是嗎 一定不會 他就算用回那個價錢 你港幣對高便便宜便宜 便宜便宜 他只是升回那個價錢 即買賣價 是的 但我覺得不一定 因為現在 你仍然敢消費到 於是我們的零售商 沒有去request 批發商 始終在自由市場 你如果到時發覺生意難做 而中間的利潤 譬如你那個匯價是有 比較多的水分 你當然想賺光它 作為生意人 但始終就算 大陸的供應商 他都要調整 他都要欠生意 不是你做 他一定會說 你不要明知 不要理 在市場裡面 一定會有人調整 我覺得就未反映出來 就是問心一句 今年香港的環境 一定是惡劣 現在你還說要這樣的物價 今年都死了 去年 去年都死了 2015年都死了 我相信是更加死 2015年還有 經濟的數據表現上好 於是大家感覺上 都是數據 但是 其實最主要是 滲透不到 到中下階層 是很嚴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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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嚴重的 我覺得 當然未至於 好像是沙士一樣 但是沙士之後 我未見過這麼嚴重的 9年 你只想想想 剛剛過去的聖誕和過年 兩天 五星級蒲菲 竟然是不爆 是否有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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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在街市 那些就爆 另外 今天看新聞 屯門公屋 終於跌穿一球 公屋 有一間屯門的公屋 賣85萬 我不要用公屋來講 上星期 即是我們在Studio對面 兩房單位 四百多萬有交易 如果你在 例廣城 四百多五百尺 兩房單位 是否有四五百萬 其實我自己 作為地產從業員 如果 我知道 那些人 一般人的消費 那個心理 如果你兩房 在例廣城 買到單位 喜歡住 觀塘 或喜歡住瑞士區 四百多萬 買到單位 他真的不會 和你五六百萬 在元朗 或者大埔 買個三房的村屋 因為兩房 即使 例如一對仔 一對女 香港人習慣了 看看怎樣睡廳 現在一般的家庭 組合都可以 是的 他就不需要一定 為什麼 始終是市區 如果是這樣 即是說 新界的樓宇 就要開始調整 好了 我剛剛見到 一個成交 就是麗城花園 麗城花園 是一些很實用 在深井那邊 我沒有記錯 就是成哥的 那些上車盤 他有個兩房單位 成了五百多尺 實用四百七 實用四百七 其實都不小 當然不小 實用 對 實用 建築是五百多尺 麗城 有些人嚴不吊腳 作為上車盤 或者一些實用的樓 我挺喜歡的麗城 在深井那邊 他剛剛有個新成交 是三百七十萬 如果你這樣計 他每一尺都可能是七千多元 實用面積 這些數據 他在在顯示 大家是怎樣去看 接下來的經濟表現 問心一句 如果你覺得 如果他還有大好友 大家知道 我覺得他仍然是 但我都不看好 不過我不會覺得他跌很多 但是 他的調整 老實說 目前來說 已經是大家看到的事實 而樓市 為何我特別要說樓市 說久一點 不是因為我熟 而樓市 真的是對香港人最息息相關 因為香港差不多 其實是在這十幾年 二樓為心 是二樓 大家做生意 甚麼都好 其實都是用樓去按揭 去取Credit 跟銀行做生意 問心 我告訴你做生意 你的店鋪一個月賺到五萬元 我拍爛手掌 一年都是賺六十萬 但是 已經是拍爛手掌 樓入於 但是如果 你曾樓的升幅 就算沒有升幅也好 你的利息這麼低 譬如 我買一樓 你想想我供兩筆東西 我租都被人租了兩萬三 我還有錢收的 人家跟我供完樓之外 樓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但如果樓價一調整 香港將會出現甚麼情況 對我們這班人來說 極之happy 我剛才跟我們的operator說 作為他沒有資產階級 我這叫小資產階級 我是落於見到這些 為甚麼 去到最樓家拿的時候 往往 大有錢人從來都沒有問題 就是我們最討厭的那些假藍血 你說我這個私心也是 那些樓家產 最懶大失法 反而我們這些樓反正都沒有問題 我是落於見到 而這班人的suffer 亦是有助於民主運動的推展 讓他們入到肉 是嗎 很瘋的 為甚麼呢 是一個簡單一點的 偽和諧社會 很多時候 即使見到不公 都未必會出聲 現在那些討論 說樓不會跌 說來說 美國加息很少 加息很慢 說來說 他就說 供應會增多 我想跟大家說 少少 在甚麼情況下 供應不夠 會令樓價上升 就是大家想想 大家覺得 供應是 覺得樓價會上升的時候 如果供應又更加不夠 樓價更加會升 更加會搶 搶 惡性循環一直升 是的 當大家都覺得 樓價會下降的時候 即使你告訴我 不要緊 大把供應 那些人會不會 現在馬上去買呢 不會的 不用搶 不用搶 那些要賣的 就賣不到 賣不到 賣不到又怎樣 只能夠繼續便宜 結果 就分分鐘 我之前就預測 去成里一兩成 結果就分分鐘 比成里一兩成更嚴重 所以大家如果想買樓的朋友 就不妨看定 想賣樓的朋友 麻煩你盡快 都要看定 盡快賣 我唯一 如果你等錢花 當然你另一層樓 其實沒有意思 不要嫁 不買 你另一層樓自己住 沒甚麼所謂 數字遊戲 當然 買樓 當然可以找我 好 先播一段影片 大學不要倒楣書記 大學不要倒楣書記 三千人遊行反沙皇 震大呂華CY強姦民意 大學不要倒楣書記 大學不要倒楣書記 死都要委任美國將做港大校委會主席 超過20個團體才在借打花園集會 多個港大教職員輪流上台發言 反映了這個政權的性質 是一個不聽民意 不僅僅僅會去撩起紛爭的一個這樣的政權 沒有人說大學是完全自動 我們要求大學是 我們必須有適合的獨立 一個適合的獨立的獨立 能夠適合的獨立 去抑制學生的學生自由 如果社會獨立的獨立 是重要的 因為那是一個保障的獨立 你會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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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出發 楊許禮賓府抗議 貓貉正經典 有幸不止有港大人參與 還有擔心自己學校都會出事的學生 強姦民意是赤裸裸的方式 不需要理會民間有任何聲音 以及關心香港未來的人 其實不只是為了我們自己為下一代 有些事不能經常放在心裏 你不表態的話 不知道我們心裏想甚麼 我們付諸行動作為香港人 香港市民應該團結站出來 遊行頓上禮賓府後 將黑市帶綁在鐵馬上 葉建源說除了遊行之外 之後會設立小組成一隻吊香鬼 監察李國將任內的一舉一動 政府也說過那些 說甚麼用人為財 委任合適人選 強調他們自力落實基本法 維護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 好 回來 始終要說一下昨天的三千人遊行 當然我看下去沒有三千人 張就說走完 鬧完 接著在check room的張 這一句說話 就是我們所謂的激進一點 打上去D100 吳志新就說這樣不行 吳志新就最常 好 這樣就好 激進了 然後燒完垃圾桶 下一步要問的 我都要問的 首先我講幾件事 廣大赤裸裸 就是梁振英 當然了 怕你這傢伙有毛 他這傢伙也有毛 我是堅決繼續委任 總而言之大家有搞清楚 梁振英 這個說法 我就很不想認同 但也真的不道理 不是這樣想的 就是梁振英唯一要連任的勝機 就是香港要亂 越亂越好 香港一定要越亂越好 他亂的時候 共產黨的mindset 就會覺得需要一個強忍 就是去管治 所以他一定要搞亂你 所以去委任的人 是被他初上期 一向都是欺負的 但即使上任時 委任那些什麼 譚慧珠做什麼 ICAC 什麼狗野 都是欺負的 就是跟你們有仇 對著歌 你說共產黨不知 去TV仇怨嗎 共產黨當然知道 但很多時候是怎樣 在共產黨的人 你從左派學友出來 你是勞工子弟 OK 他們很奇怪 他們不會想著 你搞這麼多事當然是懷有 既然搞得這麼民怨 他就是需要強人去 他是這樣想的 以硬碰硬 歷來以來 其實他以硬碰硬是未贏過的 只不過現在有錢 權力大了 於是好像可以領著這些什麼 即是寡民 即是人不夠多的西藏新疆 OK 你說硬正的 你只看一看 人家擺在這個巡航艦 在國際層面上 你馬上收皮 暗春 共產黨從來從來從來 就是欺善怕惡 OK 好了 講大 剛才我看到的現象 我看到那些偉大的 說不三選的何俊仁 自己舉了旗 成班在那裡 都真是令人感動 這麼偉大 就好像李柱銘 陳日君這些 不要說行章 就目的年事這麼高 都走出來參與遊行 去表達一下市民 去表達一下心聲 如果不是政府就不知道 我們會生氣 當然我覺得這些是非常開 政府當然知道你們生氣 出兩張 生氣 我就是要搞咎你 好了 但是現象就是 為什麼何俊仁要自己舉BANNER 過往前夫後勇 有很多 即是一層 即是義工 又或者 就算不是義工也好 有些支持者是隨行的人幫忙 擁戴者 但這次為什麼呢 一人不夠 他說有三千人 其實那天我去整個直播看過 如果他有二千人 我覺得 比多 其實都比多 OK 好了 霸科霸教 我不明白 為什麼他們覺得這麼難 之前他們有什麼說法 現在連學生會 退聯派 或者非退聯派 什麼都好 不夠膽搞罷課 罷課罷課 我們這樣的 師生就更加 就不肯去罷課 如果一間 去做不夠力的話 我甚至乎覺得 是否應該八間院校 一起去罷課罷課 才可以做到一些事情出來呢 你說梁振英都不怕 這樣影響學業 那就沒辦法了 罷課罷課 已經是成本最低 難道進去打他 下教導你怎麼看 有什麼可以做 可以在目前這個階段 其實如果理論上 現在這樣的大氣候 一定要罷課罷教 這個不用說了 問題是 有時 你這麼多年的 所謂叫做 爭取民主 那些大頭羊也好 什麼差也好 他灌輸的意識 令到你這些人 不會有這樣的做法 所以說來說去 都是那些混蛋 混蛋 泛民主派衰格 這是肯定的事 老實說 首先我不會全面 否定 他們過去做的一切 因為一切的意思是100% 但我想我否定它是九成多 落獨泰森 九成多 很簡單 我們當然是不想 但我們不想之中 我們真的去研究 這幾天的假期 昨天我無端花幾個月 買很多書 後來我買完書 才大兩目發覺 第一 我家裡實在無謂擺 第二 原來全部有網上 上網看 但網上我真的不喜歡 但我喜歡全部的書看 但其實有時 我們看Youtube的影片 我們不要去看 西班牙、美國 我們不要去看那些 就看 譬如台灣 南韓 很多地方 甚至乎 他們怎樣去換取 甚至乎 我們認為都相當是和平 去移交政權的緬甸 究竟市民無權力者 好像我們這樣 是怎樣向有權力的人去爭取 其實不是和平 是夠硬正 沒錯 和平都可以硬正 大家搞清楚 那些原則 其實到今天這一刻 因為我真的沒有聽烈血公民的台 甚至乎沒有聽本土民主前線 有沒有人是說過要暴力革命 沒有 以我聽過是沒有 我沒有聽過 OK 我只聽過最盡就是以武制暴 以武制暴 是否正確是另一件事 為何我想說 為何只有這麼少人去參與這些遊行 除了我們那個沮喪感 創傷症候群之後 或者究竟之後 是有甚麼辦法 好像張華仔之後 怎樣之後 其實很大部份很簡單 如果 我們藍花系出了 星期即昨天 看到旁邊 有些藍絲帶 說我們搞亂香港 為何不委任李國章 以我們的格式 就是不要說我們不打 是否一定鬥吵 如果我們鬥吵的時候 會出現甚麼情況 我們都可以想像到 不要說那些斗策 全世界都說你們 甚至乎旁邊的女人 一些徒人 一起走路 那些女人 不要這樣 怎樣怎樣 因為說我們是鬼 於是我們 索性 我們不出去 是了 OK 我們不出去 我們是做得太多這些情況 但是這個 亦都影響了 為何現在 現在這些所謂認為 最基本 去的訴求 的 遊行最低成本 是完全沒有效 你最後掛黑絲帶在這裏 當然 你們去掛黑絲帶在這裏 學客的老學債 我認同也是 如果不是 一些聲音都不給他嗎 但是有人 如果 會出來做多一點 多一點的意思 都不是暴力 例如這樣說 我們現在說回 當日清場 當日我們佔領 如果是全部人 堅坐在這裏 我都不知道有多少次 自己拿著咪的 我叫人坐在這裏 其實一坐就可以了 踩女生臭壺 就是踩你 其實你可以看到 那次韓連三都說 是不是都想坐 是的 很多人想坐 聽見我們覺得 是的 這些是說兩年前的事 反過長谷不口 你想想我們兩年來的 民主進度緣是很慢的 但是那些什麼左翼二十一 馬上說 不是呀 我們表達訴求 不是這樣的人要佔路 那你說什麼呢 你佔路是和平的 不需要暴力的 你有種的 逐個把我們搬走 OK 其實真的有時候很沮喪 再看一條片 看2013年元旦那條片 四千市民上街 這個訴求是鐵膽來的 2016年元旦日 四千人放假都走出來 這個訴求 鐵膽來的 還有 That's right 昨天由43個團體搞的元旦大遊行 主題就是 反對大白象 力增養老金 梁振英下台 元旦全民只蝕 大遊行 他們下午 由銅鑼灣出發去政府總部 警方說 最高峰的時候 有1600人 道具當然不能少 有拉紙皮 有大白象一隻 連大鼻林鄭都有 第一年 第一年 就是因為 大白象得很厲害 所以 最大 還有 怎能少得新鮮熱辣的李國璋 周圍 因為幾多年輕人中 會有毒 其實保身你過 將會沒有 對我沒有影響 沒有那麼多 那不是毒 是你們 小人 唉 叫老人家出來幫年輕人發聲 你說情何而堪啊 雖然今年的遊行人數沒有以往那麼多 不過還有不少名人出席 好像枝豐那樣 人少是意料之內 因為今年的訴求沒有支持包羅萬有 但今天的遊行都是聚焦社福和基建議題 例如最新鮮滾熱辣的李國璋那個 港大下位高校的議題到網絡23條 其實是下星期三就上馬 其實這兩個議題都沒有包羅在今天的遊行 相信都是令到今天的人數沒有那麼多奇惡人數 遊行隊伍到政府總部把大白象拆骨 之後和平散去 政府的回應說會繼續推基建 又說有決心和承擔幫長者謀福子 鼓勵市民就退休保障表達意見 政府這套說什麼守護基本法 之前梁振英無論端端都要說要守護基本法 這些也是什麼喜高見 為長者 我屌你老母 剛才黃之鋒說 今次因為沒有那麼包羅萬有 所以沒有那麼多人 你錯了 之鋒 過完上星期也懶得說 因為未是遊行 就是議題不夠清晰 有三個原因為何會這麼少人 在這兩個遊行 剛才我說的尼國章事件 昨天 元旦1月1日的遊行 合起來也不夠一萬人 合起來兩個遊行也不夠一萬人 為甚麼呢 第一 最喪感大家明白了 最喪感 加上我剛才說的 發覺不可以說 於是索性不能出 這個情況是會有的 第二 就是議題太多 現在議論大遊行 而且議題是未能夠討論的 譬如有人去爭取全民退休保障 當然我的立場是非常清晰的 我們仍然堅決支持全民退休保障 即是怎樣說那些後話 怎樣搞 但事實上有些人是不支持 不支持的 你用這些議題 你怎樣吸引到 對我來說 我認為最簡單的 一定是打倒梁振英 那你仍然可能清清色色 老實說 今時今日大家都說 大白仗 當日有很多人 知道 包括我嘉靖 我講過 仍然覺得要輕揭 甚至現在我不能排除武 覺得高鐵有去 都說不定起一百大半 怎樣都要去賣下去 因為怎樣能夠去打倒 當日自己支持高鐵的 很難受 自打嘴巴 自打嘴巴 然後我不同意之風的看法 第三樣 觀點 小胖說些 就是 大家千萬不要看輕網台 作為低俗頻道 我啤你或客家佬 當然不夠號召力 今次這兩天的遊行 大家留意一下 在香港 鼓動力最強的 兩個政治上的 兩個電台 一個叫謎米香港 老蕭那個 一個叫賣Radio 即台長和毓敏那個 他們完全沒有吹雞 其實你見到 這一百有沒有 這一百 他本身不太政治理念型 我沒有怎樣聽 但當日你不問我排除 街黑粉絲 可能有幾千 一萬成 但黃毓民 蕭若元 他們真的 這個評論界 或者政界 有相當的地位和時間 他們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來吹雞 那你才可以去鼓動到風潮 老實說 有時候這些事情 沒有政治明星大令 就真的會弱了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認同 我認為他們這些 鼓動力是 的而確不同 當然 譬如毓民 現在他們覺得 這些行禮如宜的遊行 是怎樣看的呢 這些要你自己問他 好 下次回來再說